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2021年5月9日 上海申花期待击败河北队 周一傍晚 中超赛场继续有比赛进行 届时河北队将和上海申花交手 虽然两队新赛季投三战战绩一致 但对手实力却截然不同 在这整体实力方面 上海申花还是更胜一筹 看好他们能够赢的本场比赛 河北队新赛季三战对手 分别为武汉队 大连人以及天津金门虎 这三队投三轮均一胜难球 同时上述三队目前一排名B组倒数 值得一提的是 河北队赛季投三战 每场只能攻入一球 其中只有二个运动站入球 入球者均为尹鸿博 不难看出球队 新赛季投三战即使能够保持不败 以及其欠缺说服力 目前同位二胜一合的上海申花 则和河北队截然不同 球队新赛季投三轮对手 先后由北京国安 以及上海海港 此等实力出众之队伍 同时面对武汉队 更能以三比一倾取对手 与此同时 诸如基奥云尼摩兰奴 无锡以及金信玉等人均有斩获 这也是他们目前能够均敞入 二球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 上海申花最近这波不败记录 更具含金量 至于近年交手记录 上海申花同样是占得优势的一方 两队最近两次交锋 上海申花均是最终的大赢家 得失球比方面位无比异 攻防两端一展现出良好面貌 必须要赞彭新力 此次在这两次交锋中均有斩获 而他极有可能成为本场比赛的一个迹速 阵容方面 河北队后魏丁海丰此前老商复发 预计需要四周恢复时间 至于上海申花方面 后卫朱晨杰殷商确证 感谢你收听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谢谢给我们一个赞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